2019年新春京剧演唱会 3月23号在长青中文学校多功能厅 粉末登场 登天清唱彩唱轮番上阵 轰在台下叫好声不觉于耳 诶是 从那个时候发展到现在 一共已经有现在再测了有40余年会 讲句实话 我来新春顿也有二十多年了 二十多年也有二十年 所以还真没 原来没怎么听说过新春龙剧社的 这也是跟我们这个桥舍的发展 那么有很多的这个朋友来到新春 移民到新春 那么确实其中也有很多的信息和票 所以我们的这个阵容呢 就不断地在做大力 那么现在我们国具社的发展 是离不开我们姚社党的 英明领导 绝对是功不可没 那我们我们现在的国具社的名声 现在不仅仅是在我们新春地区 乃至北美地区 甚至名声已经传播到了中国大陆 国具社姚新直社长拿起了麦克风 亲自与郭峰搭档主持这一场 一年一度的演唱盛会 介绍每场剧目典故 让观众更容易了解剧中人物 及故事背景 下面这一段唱吧 就是红娘来传递书信 怎么样交张声 来接近叶映小姐 那么我们下面有请 国风 舆舌ient 庆航班 轻航 轻舅 悟 chapter Prediyo 人 二 okol 成 晚 国剧社票友一路走来就因为爱唱戏 哪怕身兼素质 既看文武场还要上场演唱 全场来回跑就算辛苦也在所不惜 大家还是认真办好了每个角色 当天登台演出的姚女 宁钢会计师 常民放医师等票友都是在工作之余 腾出时间来练唱 唱腔举手投足间依旧迎来台下叫好的掌声不断 唱腔举手投足间 哎呀呀原来是在比重手机不靠打迷迫建策 考验互联 大家不看你 唱腔举手投足间 唱腔举手投足间 女人 都是一个课班里毕业的 见称 刻出来的 哦 这么个刻出来的 对了 那您的这个 您是哪工的呀 我呀 你先别问我哪工的 我告诉你说 我先认为你一半 这个奎智你听说过没有啊 哦 著名的渔派老生 渔奎智 哎 圣素呢 李圣素 哦 著名的梅派亲衣 建国 哦 张建国 您能不能把这信带出来 我不是显得亲热点 哦 那这个 您跟这几位名家都是 他不认识 他不认识你这说那么热闹 我的意思就是 我们都是喝班里头毕业的 哦 是啊 哎 那 您是哪工的唱哪工呢 我正是八九 铜锤花脸 有啊 巧了 我呀 最喜欢唱那个铜锤花脸戏 您也能唱 哦 其实唱不了 我这嗓子不灵 我喜欢 但是一般的呢 票老生 明白了 啊 您是业余唱老生 对不对 没错 没错 好了 今天也巧了 啊 呃 整个有功夫吧 啊 啊 我这个专业的 陪着你这个业余的 咱们玩一会儿 下半场 李洪峰的男生女婴 演绎太真外传杨玉环 若不见其人只闻其声 还真难分辨 演唱者是位男性 演唱者 李洪峰的男子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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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